羅文部是發布最新的五星價統計 目前是有六百二十五家 六千三百八十三人 實施五星價 人數增幅創下去年三月疫情以來 單週次高 衝擊最大的是住宿 還有餐飲業大增了四百七十七人 增加將近一倍 以總加數跟人數來看 依序是批發及零售業 還有旅行社為主的支援服務業 無間用餐尖鋒已過 臺北市這家麻辣 火鍋店的內場人員持續備料 因為三點後又有一堆外送外帶訂單 麻辣鍋好了 好 這樣的營收的話是比疫情前大概整體而言 減少大概十五到二十趴左右 那是還勉強可以支撐我們的營收這樣 外送平臺抽成太兇 不到三十歲的兩位年輕老闆和四名員工 決定穿梭大臺北地區輕鬆 脖子上和手上的曬傷 是每天外送至少兩百鍋的代價 員工都有家庭生計的考量在 所以我們當初疫情一來 我們就是趕快在餐點上面做出調整 然後也是不設限外送的距離 紅舅舅你好 改變經營方式每天至少三百鍋的單 五月中至今店內六名員工沒減班 也沒放無薪假 但同一條巷弄有店家早就歇業 特別是以內用為主的店家的話 在一時間還找不到相應的替代模式的時候 其實歇業他可能員工放無薪假 那他可能所需要付出的就是房租是最大的成本 餐飲業既內用轉型不及就是無薪假 勞動部十六號公布最新無薪假統計 目前有六百二十五家 六千三百八十三人實施五薪假 人數增幅創下去年三月疫情以來 單週次高 衝擊最大的就是住宿及餐飲業 大增四百七十七人 中油的批發及零售業也受波及 增加兩百二十人居次 勞動部表示這一期無薪假增加最多在新北市 其次為臺北市和桃園市 而臺中和臺南也有明顯增視 由於三級警戒持續 休閒娛樂場所全關閉 不排除下週無薪假的數字會再攀升 臺北報導 臺北報導